大家一起 一點一起 加油 國民黨包眾 哈囉 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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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 謝國良 謝國良 共産 共産共産 共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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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産共産 我們外面有救護車 我們走到裡面 因為外面有救護車 我們都進來 我們都進來 這樣子也不用 蔣萬安跟謝國良今天在基隆掃街 敗票但是遇到救護車經過 明明救護車就在前面 路旁民眾也已經 高喊讓讓 但是蔣萬安跟謝國良繼續大喊 競選口號 喊完動算才要讓路 簡直是泯滅人性 為了選舉選到沒有良心嗎 平常我們在路上看到救護車 一定是盡可能的靠邊行 但是蔣萬安跟謝國良 卻硬要從救護車前面過馬路 讓救護車等到他們喊完口號 才能通過 難道選舉比救護重要 難道別人的命都不是命嗎 蔣萬安跟謝國良 還沒有選上市長 就如此是市民的生命健康如無物 這樣的人選上了市長還得了 我是現場的募集者 當時救護車停在原地 沒有按喇叭也沒有鳴笛 但是救護車即使是停止的狀態 謝國良蔣萬安委員 還是趕快跟動路線 蔣萬安委員說不要擋到救護車 謝國良委員說外面有救護車 我們走裡面 等到現場的人都離開了之後 救護車其實都還是在原地等待 所以根本就沒有擋到救護車的問題 而且謝國良委員真的非常的貼心 發現救護車就趕快臨時跟動路線 那也還好謝國良委員 對當地的環境很熟 所以改變路線 他也可以很好的引導現場民眾 選舉應該不用搞到這樣沒有人性吧 是不是整個過程沒有毛病可以挑了 就只剩下救護車可以講 這樣會讓我們在現場看到的民眾 覺得很傻眼又非常的無奈 常常大一 於是 你 頭 是